爱佳人爱 众生爱 地球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海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游乐吧 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发起对世间真相的了解 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一切都是无法出彩 诸法无果 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 所以了解这个世间的真实相 而生起了艳离心 初离心 而来受辞 八观再见 世界极苦 西方极乐 因为有这种打背心的承担感受 而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也为了圆满菩提心 那我们从现在敬畏来记 一方面自立断烦恼正空性 二方面 以各种的善行与众生广修知良 不失慈见 忍辱精进等等 愿所有父母众生都能够 以苦得乐 同诚福道 我想这是佛法的真实意 而来受辞 为所有肺炎传播的赶快进化 和受辞 八观再见 为所有父母众生的离苦得乐 和受辞 八观再见 所以如果各位把握这个机会 愿将来像佛陀一样 能够视线圆满的智慧慈悲神通 降福外道 而能够普度所有众生 所以这就是修行的精髓 也观想的 也招勤的 无量无边 轮回友情 甚至正躺在医院受苦的 病人 有情重等 我们都为他们精进的 受辞 八观再见 简单的说 大乘佛教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众生 在一切为众生的时候 他忘了自我的存在 这个我却变成一种了解真相的智慧 这个我却变成一种无所求 为众生奉献牺牲 承担众生苦的悲心 各位要一直这样念识 所以生命只有一个目标 成佛 度众生 成佛 度众生 成佛 度众生 也为了成佛 度众生 在这种末法时期 一定要发菩提心 上品上升 同理大众 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来自十方净土 这样才能够圆满了空性 不退大悲 才能够趁愿再来 累积资粮 广结众生 各种姻缘 和同乘佛道 我想各位要把 我们要像做生意人一样 意志坚定 不要亏钱 要赚钱 要扩大营业范围 要一直如此 就像鸟飞出去 它就要找到食物 不然它鸟巢里面的小鸟 会饿死的 所以我们要一心一意的 这样子来念佛念法念生 以菩提心空性大悲心 广修波罗蜜之粮 在修行的过程 不断的忏悔业障 所以不断的累积之粮 为了能够跟众生结缘 将来能够成佛有了净土 让这些有缘众生 都能够往生你的净土 这样来祈请一切 祖佛菩萨 所有法师的加持 那目的呢 同领的 也带领的 慈悲的 所有轮回友情 一起来受敬 所以各位呢 这个我不是 这是个体的我 这个我是把自己奉献给 祖佛菩萨的 圆满的菩提心 这个我是把自己承担了 所有众生苦的大悲心 完全这样清心静静 得圆满的空性 那我们成为一个媒介者 所以让祖佛菩萨的圆满的功德 来帮助了所有轮回的众生 心佛众生合为一体 三无差别 来 齐行 175页 大德 一心念 我弟子 海涛 所有众生等 敬请 大德 为三规 八戒本师 愿大德 为我做 三规 八戒本师 我以大德顾 得受 清静见 慈 敏 拜 第二遍 愿 所有众生的法号 名为 伟大的智慧 殊胜的智慧 叫大智 所以 各位要经常练习这样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但是我想的是 我们跟众生的苦和乐连在一起 就像 就像妈妈抱着婴儿 想着婴儿那个直接的感受 那我们也对所有诸佛菩萨三宝的绝对的信心和医子 紧紧的抓住 也让自己完完全全的融入于 无我的大悲的未成佛的精进的状态 在安住在佛性的状态 那各位要经常这么认真 也经常这么样的观修 第二边 大德 一心念 我弟子 大智众生的 尽请大德 为三规八戒本师 愿大德为我等 做三规八戒本师 我以大德顾 得受清净界 此名顾 那么本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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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每天要如此的一心念佛 深口意 完全的奉献 完全的医子 也完全的融合 跟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深口意合为一体 那为什么要显现本师释迦摩尼佛 为了无量无边受苦的众生 愿佛陀的加持 让众生早得离苦也成佛 这样子来祈请 再来 忏悔 带着所有众生忏悔业障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恶业 深口意造恶业 为什么造恶业 因为我们无名 执着有一个我 而且分别贪生吃的各种的烦恼 因为有烦恼 所谓造业 因为有造业所谓痛苦 或业苦或业苦 所以我们要断除烦恼归一三宝 不再造恶业而修深口意 十善业守五戒八观摘戒菩萨戒 这样才能够离苦 乃至带着众生离苦 所以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或是造业 都是我们的责任 都要愿待他们来忏悔受无量苦 所以我想就像一个妈妈就算生十个小孩 就像一只母狗生了七只小狗 他每天都会帮他用舌头 母狗用舌头舔在小狗身上所有的不清净 包括他大小变完以后的肛门 目的呢就是让他永远干净不要生病 才能够健康的活下来 所以各位作为一个修行的菩萨 那不要去谴责众生的错误 而是要吸收承担他的痛苦 而来带他们 而来承担他们的恶业 而来忏悔 所以要不断地生起这种圆满的殊胜的心态 忏悔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重生于一眼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拜 就像你独生的儿子要被学校开除了 哎呀 你会拿了很多礼物啊 要跑到校长室啊 甚至跪下来校长啊 那些小孩子我教不好对不起啊 我我我我我供养你这么多东西啊 你拜托你不要开除他啊 有事找我我我我来承担 各位要这样 因为疼惜小孩子 或许别人信当初把他开除了坏学生 因为他不是他爸爸妈妈 反正这个开除了就没事了 他学校少一个坏蛋 但是就一个妈妈 那菩萨来讲不要放弃啊 我儿子会变好的啊 你让我有机会啊 怎么样的来跟他讲啊 老师也慈悲怎么样来带领他 老师啊我供养你我付你每个月薪水都没关系啊 那所以菩萨是这样 永不厌烦永不舍弃 所有众生 厌待他受无量苦来替他忏悔 所以来求校长啊 慈悲啊宽容啊 让我的儿子能够继续的读书吧 他将来会成就了 他只是一时糊涂而已 要这样 去带众生懺悔 第二遍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死贪嗔次 重生于一也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懺悔 拜 所以各位要有恐怖心 虽然我们现在有福报身为人 一点点病痛 一点点不如意而已 但是如果你到地狱 没办法想象 无间断的各种的痛苦 你到了恶鬼道 没办法想象 饥饿 寒冷 被欺负 没水喝 而且没有什么保护啊 什么医院或什么 女人 你鬼会被强奸 男人会被追杀 在这样子痛苦 孤独 逼迫的环境里面 活着 为了求一点点水 为了求一点点饭 在过着生活 所以各位呢 想到恶鬼道 我们心里很痛 经常施死给他们 不止药给他们 功德给他们 带着他们 忏悔 愿他们脱离鬼道 往生净土 想到动物岛更可怜 最后又被屠杀 被咬死 吃喉咙 巴皮活活的尖啊 炒啊 炸 他们都在痛苦的状态里面 生的又死 死的又生 你过去杀死一只老鼠 你要五百次做老鼠被杀 然后各位你想想 一般凡夫在这个世界上 杀了多少的物命 所有的物命 现在就开始在讨爆 何况我们将来还要尝他命 哎呀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人类 为了成功 为了满足贪欲 为了实践他自己的想法 不断的在贪嗔吃 不断的在精进 你看一大早 大家忙得去上班 小朋友忙得去上班